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师范大学本科舞蹈编导专业 福利老师你好 在座的12位boss你们好 以及三位观察员老师好 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就如我的名字一样 我希望自己可以像每天出生的太阳 充满一种正能量 带给你们所有人温暖 今年23岁的我 毕业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舞蹈编导专业 人称二姐 大家好 我来自于华夏文明的摇篮山西林坟 在大学期间 我曾经参加过很多次 关于主持和朗诵的比赛以及活动 曾经在我们学校的广播电台 担任过播音员 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势 就是编写能力和学习能力很强 我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 总体来讲都是关于艺术门类的 所以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自己可以寻求一份 关于传媒类的工作 具体是活动策划或者是活动执行 谢谢大家 你说你二是吧 嗯 是有点二 我有一句名言叫二是可爱的 装二是可持的 你不是装二吧 那我装了二十多年好辛苦呀 二的话其实正确的解读 它应该就是开心果的意思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扁语词 看来你的确挺二的 你大学都做过些什么呀 大一的时候很喜欢播音这块东西 然后就进了广播电台 去当播音员 也写过稿子 也编辑过音乐 做得很杂 然后也主持过 包括晚会呀 班级的小型的聚会呀 或者是会议之类的正式的也有 可以积极分子了 可以怎么说 你今天应聘的是活动策划与执行工作 对 做过活动策划吗 具体的这个我确实没有做过 没做过 那你为什么要干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熟悉舞台 而且我觉得我的组织能力挺强的 我的编辑能力也不错 策划我觉得得动脑子 我不想做一个不动脑子的人 二的人想动脑子也挺难的 做过别的什么 我这上面写你做过销售吧 对 做过电话销售 当时实习的时候做过电话销售 天天就是打电话 当时我的业绩还不错 一天打多少个 300个 当时的话一般老员工都是15单 差不多吧 我当时第一天去的19单 那你就做销售吧 但是我并不喜欢那样 为什么 因为整天照着话术 我不喜欢那样死板 所以你喜欢展现自己 对 你要求薪酬多少 我要求薪酬是6000家 不低于6000 对 你是一定要在北京工作吗 也不是得看城市 但我最希望还是北京 得看城市 那除了北京 还有哪些城市有可能呢 不要南方 为什么不要南方 因为北方有暖气 你还真够玩 你脾气好吗 不咋好 有什么事你当面跟我说可以 你不要背后给我嚼舌根子 没劲 今天要是没应聘成功 你会打我吗 当然不会啦 我这么喜欢您 是吧 我的天哪 站在他身边还有点剩的话 活动策划和执行工作 就非活动不可了 别的都不考虑 不不不 不是不是 你还考虑什么工作岗位 我 我觉得我这么多才多艺 不用可惜了 什么叫可惜了 用怎么用呢 就是用到点上嘛 就是跳舞啊 唱歌啊什么的 还是这个以活动策划 和活动执行为主 你有自己异乡的企业吗 我最想去楼市集团 为什么 那是因为他是个帅哥吗 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为什么他能够 把你用在点上呢 因为我据了解的时候 他有很 就是在那个新媒体这块 很注重 他是想做新媒体营销 对吧 就是 就跟这个领域相关的 对 就跟这个领域相关 跟传媒 跟媒体有关的 行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情景资料 这些呢 都是我的一些剧照 第一个就是 当时在广播电台 有跳舞的 然后下面是朗诵的 然后第二个是 当时毕业晚会 我是我们班 唯一一个展示 邀功的 因为当时可能这个 我这块比较优秀一些吧 然后下面剩下三张 都是各种 类型的舞蹈 有瓦族 都没秧歌 还有爵士 然后这些都是 我参加了一些 课余的活动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还有很多都没有 展现出来 好吧 就这么一个女生 看着有点 但是非常的天真烂漫 她到底能够适合 什么岗位呢 来第一轮选择 薛火力 天生我有才 陈浩为什么把他给灭了 因为你南方是有岗位的 这个 他这个职位 求的意向 传媒类 传媒是个行业 对吧 里头有很多工作种类 所以首先你肯定 没有清晰的职场规划 你是想进入某一个行业 你刚才这个表现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基本符合这个行业的素养 只有一个外在条件 那企业就要花六千 给你买单 还要把你培训出来 对吧 我觉得企业成本有点不合理了 那我们就看看他的才艺 到底怎么样 好吗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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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